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Stevenson的招生的 可能大部分的学生家长来到这儿是面试 应该是在环境当中是吗 对 而且我当天我就坐在沙发上 然后跟教宾官来台湾的 你是三四年前 四年前 四年前 你们能聊聊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这所学校 就我也比较好奇 因为应该有蛮多的选项的 我当时是特别喜欢高尔夫 然后性格也比较开朗 然后我姐姐有很多同学就跟我性格非常类似的 然后来Stevenson觉得环境特别好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挺适合我的 那不错 还有零点 我也是我其实觉得地理位置非常好 因为又在海盖就又在森林里 就又离旧金山不是特别的远 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而且所有我当时就是来tour的时候 所有人都很友好 所以我就先走了 我们很多的舞蹈课 美术课 你看这边是在舞蹈课 我们能去看一眼吗 那个舞蹈课 我们现在是往下走 这边有一排房子是矮的房子 这个应该是按照Lydia说 她说这边都是跟艺术有关一些课程的教室 我看到左边这边在上芭蕾舞 可我们去看一眼 刚好直播间有人就在问有芭蕾舞吗 啊那我们就看一眼吧 那个你有芭蕾舞爵士舞 啊现在舞 哎我们看看 有芭蕾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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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那你们这个课就是说是几点能开始这是属于选举课吗 我觉得 三点钟以后这样的 我们要求每个学生三点以后都要有一个情绪 所以比如说我是挺好的长逃房 一把墙堡 我知道有些学生就会选择跳舞 跳舞对他们跳舞的排练时间 和其他人的时间不太一样 是因为老师的时间什么需要调整 所以他们稍微会排练晚一点 像这个时候我们高尔夫已经放学完了 他们还在排练 那像参加这种比方高尔夫 或者说这种艺术的去有什么门槛吗 因为因为我知道他们有一些比方体育的话 他们会有校队或者说 像这种会有 我知道芭蕾舞蹈队是比赛没有的 但是比较竞争更强的体育 比如说高尔夫 有triumph 跳舞这些不同level的 然后跟周边的学校进行比赛 对 酷